一位女演员被称赞为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逗得过小三 打得过流氓 中国版傲骨贤妻 这个演员就是王倩华 王倩华长相一般 但是他凭借自己刻苦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让自己走向成功 2004年在电视剧当家的女人中 由于饰演张菊香火遍全国 收视率更是稳居前列 王倩华凭借张菊香摘的第24届 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 最后在他2008年凭借女人的村庄中 张希凤一角获得电视精英奖最佳女主角 这两项大奖确立他在电视界中的地位 此后更在多部央视大戏中饰演女主角 风头一时无二 王倩华曾经吸引一年 在接到九九剧组的邀请之后 为了让自己能够配合电视里的形象 让观众看到更逼真的家庭妇女 她打了200多针 最近在我在北京挺好的发布会现场 制作方播放了一段 王倩华早期的影像资料 对比王倩华的资料 王倩华的身材明显走样发福不少 王倩华当场解释发胖原因 自己长胖并不是吃得多睡得多 而是假装腺出了问题 虽然现在身体还在治疗阶段 王倩华表示自己有信心康复 重回原来的样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che preval